各位观众朋友们好,我是咪妹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这是一个讲述社会各类故事的频道,如果你喜欢咪妹的故事,请伸出你发财的小手帮忙点点订阅,您的支持是咪妹更新的无限动力。 好了,接下来请欣赏今天的精彩故事,我是个绿茶,但别人都看不出来,只有我那未婚夫知道,他总是咬牙切齿地对我说, 离静叔远一点,我不会让你动他的,静叔是我姐姐,我未婚夫一直喜欢他,后来,我当众宣布解除和他的婚约,他却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高兴,反而眉眼压低,一把把我推到墙角处,阴策策地问,为什么不要我,吃饭的时候,妈妈做了大闸蟹,我不太会包,不小心划破了手,一旁的离静叔立马嘲讽道, 怎么连螃蟹都不会包,你以前没吃过螃蟹吗?真是,他没说完,眉眼间流露出一丝不佳掩饰的鄙夷,饭桌上立马沉默下来了,事实上,我之前确实没吃过螃蟹,因为比电视剧更狗屑的情节,发生在了我身上。 17年前,我妈在和我爸出去旅游的时候,突然早产发动,没办法,只能就近找了个乡镇医院生产,当天一起生产的。 还有另外一家人,很俗套的剧情,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,我和那家人刚出生的女婴被抱错了。 17年后一次,偶然的体检揭露了这个秘密,我爸妈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我,用一百万把我从那家买了回来。 李静叔就是那个跟我抱错了的女婴,但她知道真相后,打死也不肯回到自己那个贫穷的家里。 抱着我爸妈哭嚎要留下,我爸妈都是心软善良的人,无奈就让她留下了,还是像以前一样对她,把她当成亲生女儿。 只是这些年的浇灌已经养成她嚣张自私的性格,她一直觉得是我分走了父母的爱和属于她的家庭。 对我到处找茬,爸妈和哥哥虽然觉得不妥,但毕竟和她相处有感情了,也不舍得狠心骂她。 我低下头,看了一眼手上的血痕,轻声道,是啊,这确实是我第一次吃螃蟹,以前别说是螃蟹,就连猪肉我都几乎吃不到的。 我都是吃馒头,剩了好几顿之后那种,硬的就跟石头似的,吃下去嗓子都化得痛。 我露出一个勉强的笑,抬起头的时候,恰到好处的让他们看到我微红的眼眶。 姐姐,螃蟹真好吃,你肯定经常吃的吧?我妈表情立马变了,快速包了一小碟蟹肉放到我面前。 她背过身去擦了一下眼角,颤声道,没事,都过去了,以后妈妈买给你吃。 你想吃多少都行,我爸也沉默下来,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,你受苦了。 随即他严厉地朝李靖书道,吃你的饭,食不严,请不语不知道吗? 哥哥李景泽也不赞同地看了他一眼,把自己碗里的螃蟹放到我面前,喜欢就多吃一点。 李靖书在家里从来都是重心捧月般受宠,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,他立马就要拍桌子起来。 一旁的李耀却突然拽了他一下,把盘子里的蟹肉递给他,别生气,吃我的。 终于出现了一个顺着他的人,李靖书脸上的怒意终于压制下来,对我露出一个挑衅的笑,我看了一眼李耀,他那双黑钥匙般的毛子正沉沉地注视着我,眼神不善, 我冲他微微一笑,在看到他面色一黑时才满意地低下头,李耀,李靖书的未婚夫,准确来说,他其实应该是我的未婚夫,离家和我家试试交,打从两家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,就订了娃娃亲。 这些年李耀跟李靖书青梅竹马一起长大,感情很好,所以哪怕我回来了,这笔糊涂账两家人也一直没摆到明面上来说, 李家父母当然不想让儿子跟养女在一起,但是儿子喜欢,他们也没办法,吃完饭,我走到楼上想休息一下,结果路过走廊的时候,手腕却被狠狠拽住了,我疼得微微皱眉,回身看到了面容冷肃的李耀,平心而恋,李耀长得其实非常好看,李家父母的优质基因塑造了他高挺的眉骨, 俊秀的五官于是平添了三分解救,他看人的时候很有种意气风发的傲气,只可惜是个没长脑子的草包,我压下心里的不耐,柔声道,李哥哥,你找我有事吗?李耀一脸吃了耗子要事的表情,皱眉呵斥道,谁是你哥哥,还没等我说话,他就站到我面前, 少年人还未完全长成,身量却已经很高了,居高临下地看着我时,阴影笼罩在我身上,他眯起眼,语气里夹杂着一丝不屑掩饰的嫌恶,收起你那些伎俩,果然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,我一顿,微微缩手,李哥哥,你在说什么啊? 你弄疼我了,他厌恶地甩开我的手腕,你绿茶的那套对我没用,我劝你离近书远一点,当初的事情也不是他愿意的,他也是无辜的受害者,你脑子清楚一点,你脑子才清楚一点,傻逼,我在心里破口大骂,我懒得和他多说,索性连装也懒得装了,脸一垮,转身就要走,呵,果然,他在我身后比一道, 我不会让你伤害近书的,我劝你识相一点,不然你知道后果的,我转身,面无表情地冲他做了个口型,滚吧,傻逼,他眉头一竖,张口就骂,你他妈说什么,我表情立马一变,眨巴了两下眼睛,眼底就蓄出一丝水气,李哥哥,是我做错什么了吗?你刚才拽得我好疼,我抬起手腕,刚才的红痕露了出来, 李耀背后,我哥立马见不上前,他端向了一下我的手腕后,薄唇紧紧抿了起来,你没看向李耀,李耀,我知道你喜欢近书,看不惯近然,但这里是我家,如果你再这样对近然,那我只能请你离开了,他的声音平稳,却暗藏着怒火,李耀勃然大怒,他指着我大声道,李景泽,你看清楚,他就是个只会装可怜的绿茶, 近书才是受害者,他就是想抢走,属于近书的东西,我往哥哥身后一缩,拽住他一脚扯了扯,可怜巴巴道,哥,都是我不好,你别跟李哥哥生气,让近书姐看了会难过的,刚上来的李近书听见这些话,被我的差异表演差点气炸了肺,他怒火中烧地冲了过来,朝着我直接举起手来, 你他妈能不能别查了,闭上你的嘴,我还没来得及躲,他的手腕就被李景泽一把掐住了,他似乎不认识,眼前这个熟悉的妹们了,往日的宠爱一扫而空,难以置信地看着他,近书,你怎么能打人,你才是,他把猴头的话忍了又忍后淹了下去, 我猜他想说的是,你才是那个纠战雀巢的人,怎么还能恬不知耻地去打,被你夺走的人生的人,然而这些年的感情,到底让他没忍心把这么伤人的话说出口,我在他身后冷眼旁观,这个家的人,其实都不糊涂,他们都知道到底谁才是受害者,但他们都太善良,太心软了,总是对李靖书这个相处多年的亲人下不去手, 原本我也不是容不下李靖书,但他一直对我表现出极大的敌意,我在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,就知道我们之间的矛盾,是不可调和的,这个家里,我和他只能留下一个,哥,李靖书差点气疯了,他指着我,面容扭曲的大吼,他就是个绿茶啊,你看不出来吗,他一直在装可怜博取你们同情啊,够了,李靖泽终于忍无可忍喝道,靖书, 你太过分了,既然之前的家我们都去过,家里穷得要命,父母孩,父母孩那样,他这些年一直在受苦,有什么可装可怜的,你干什么,放开靖书,李耀快步上来,打开李靖泽的手,爸妈在下面听到他的声音,有些担心地问,怎么了,我赶紧擦了一下眼睛, 朝他们道,没事,我们说话呢,爸,妈,别担心,李靖泽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,叹着气摸了摸我的头,李耀看着李靖泽,愤愤道,靖书才是你相处这么多年的妹妹,李靖泽,你心都被狗吃了,李靖泽没心皱得能夹死苍蝇,他大概也看出来李耀已经无药可救了, 只能深深呼出一口气,压着火道,我不跟你多说,你饭也吃完了,赶紧走吧,李耀被第二次下逐克令,脸色有些难看,走就走,临走前,他还不忘了对李靖书道,靖书,他要是欺负你,你就告诉我,我替你出气,随即警告般地瞪了我一眼,我在李靖泽背后朝他翻了个白眼儿,晦气,李耀大概是被惯的, 脾气很倔,对于认准的事情,撞了南墙都不回头,李靖书跟他是青梅竹马,又是他订了娃娃亲的未婚妻,他作为雄性的动物,本能可能发作了保护玉墙的爆棚,我本来想把李靖书从我这里抢走的所有本应,属于我的东西都抢回来,现在想想,李耀还是留给他吧,给我锁死,李靖书本来就是被宠坏了的性格,大吵大闹一阵子后, 气得边骂边走了,我妈也听到了动静,上来后看了他一眼,随即犹豫着还是没追上去,挤出一丝笑容后,刘生对我道,靖书就是这么个脾气,你别跟他见识,等我一会儿去,好好说说他, 这个心软的女人,既放不下亲生女儿,又放不下养女,只能糊里糊涂地或稀泥,竟然累了吧,回屋休息一会儿吧,爸妈一直急着把你带回来,也忘了收拾屋子了,你喜欢哪间屋子,妈妈现在去收拾,我勾起一丝羞懒的微笑,指着李靖书的屋子轻声道,妈妈, 这间屋子好大呀,我可以住这里吗,我妈一愣,半秒钟后,她挤出一个勉强的笑,正要说话,却被还没走远的李靖书打断了,一看我选了她的屋子,她睁大眼睛,随即暴怒道,你有病吧,那么多屋子不选,非要选我的,我就知道你回来就是要抢我的东西,装不下去了,我告诉你,你想都别想,我就是砸了也不会让给你住, 我妈抿了抿嘴,有些慌乱的擦掉手心的汗,脸上显露出一丝左右为难,那是姐姐的屋子,竟然,你,我小声二聊一声,仰起头解释道,我不知道这是姐姐的屋子,我就是觉得这间朝阳,以前我从来没住过朝阳的屋子,他们都让我住在走廊上,方便照顾弟弟,我低下头,声音越来越轻,在地上睡特别潮, 有好多虫子,很多腿的那种,一咬一个大包,疼得要命,尤其是一到雨天,又冷又湿,每个月的那时候,我肚子都疼得要命,妈,我不是故意选姐姐那间的,我住哪里都好,我边说边握住她的手,软软的晃了晃,能回到你身边我就很开心了,我从来都没有自己的房间呢, 已经很好了,那我睡旁边那间吧,我妈紧紧攥着我的手,滚烫的眼泪掉在我手背上,她拱起身子气不成声,让你受苦了,都是妈妈不好,要是妈妈早点把你找回来就好了,我哥看着李靖书,皱眉道,竟然也是你妹妹,她刚回来,你让着她一点,房间都差不多, 你那间就给她住吧,凭什么?李靖书又惊又怒,瞪着我的眼神怨毒的恨不得,把我生吞活泼了,我才没有这么穷酸的妹妹,她算我哪门子妹妹,我哥的声音带上冰冷的潮意,她似乎再也忍不住了,开口道,是啊,她算你哪门子的妹妹,本来你跟我们,也没有血缘关系,不是吗?李靖书脸一白,就连我妈都看不下去了,不准这些人,我妈都看不下去了, 这么说话,竟然就是你妹妹,咱们都是一家人,这李靖书终于忍不住,带着哭腔道,妈,我才是陪了你这么多年的闺女啊,你不疼我了吗?我妈嘴里责备的话,一下子说不出来了,有些心虚地看了我一眼,嘴唇捏如着,她既心疼受苦的亲生女儿,又不忍心让陪伴这么多年的养女受委屈,一时间进退两难,不知道该说些什么,我哥不赞同, 我哥不赞同地看了他一眼,估计是知道,他做不出决定来了,索性拉着我往一边走,来,住哥哥这间,我这间屋子也朝阳,你要是觉得哪儿不好,跟哥哥说,我现在找人来收拾,我乖巧地点头答应,以为在他身后满脸如木,哥,你对我真好,从来没人对我这么好过,我露出一丝窃喜,把他的一根手指握在掌心,以前的弟弟只会打我 我骂我,我一直好羡慕别人有哥哥,现在我不用羡慕别人了,我哥眼里泪光闪烁,一米八几的大男人猛地仰起头把眼泪逼了回去,声音沉痛,以后,不会再让你受这种委屈了,他像是在做出一个正式的承诺,咱妈不是个坏人,他就是心太软了,糊涂,你放心, 我回头好好和他说说,我知道静叔在家里,你心里肯定不舒服,等我想个办法,看看能不能,他顿了一下,把他送回去的话他就毁了,等看看把他送出国吧,好吗? 我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,心里的尖兵终于软化了一脚,自从回到这个家里,我一直在用各种手段来争取利益,驱赶李靖书,我不是没有心,只是过往的经历,让我只会用这种办法,我没有家人,我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,把我换走那家人,压根没把我当人看过,这些年我是怎么走过来的, 只有我自己知道,哪怕我回来了,亲生父母也没打算放弃过李靖书,他一哭,他们就心软了,对外宣称我们是一卵双胞胎,当初是我被抱走了,他们不是不知道这对我不公平,只是他们割舍不下李靖书,只能闭眼假装看不到我的委屈,只有李景泽,他愿意帮我赶走李靖书,虽然他也不舍得让李靖书回去吃苦,给他另外一条路, 但对我来说,这已经是难得的善意了,我第一次沉默下来,没再说些什么,只是安静地走过去抱住了他,李景泽摸了摸我的脑袋,以后有委屈别憋着,说出来,哥给你出气,我慢慢点头,用他的衣服磨掉眼角的一丝水气,我终于卸下一丝伪装,嗯,上学的第二天,我就被拦住了,是李靖书的那帮小姐妹, 都是家里有钱,被惯坏了的二世祖们,就像电视剧里说的那样,这是一群不需要梦想的人,他们够不着真正的贵族阶层,又可以站在金字塔上层向下俯视,这群人压根儿就用不着好好学习,以后父母自然可以砸钱,把他们送去国外镀金, 回来顾个实现了梦想的普通人为他们打工,继续维持他们奢靡的生活,其中一个叫赵月的女生走到我面前,丝毫不留情的上下打量着我,你就是靖书那个刚找回来的妹妹,她双手抱胸,露出一丝带着恶意的不屑,这股寒酸味还真是隔着八百里就闻着了, 另一个女生走上来,撩了一把我的头发,饶有兴致地盯着我,听说,你以前在农村住,你爸妈还打算把你卖给一个老男人换彩礼,你不会已经被那个老男人玩过了吧,你爸妈知道了吗,我环视一圈,挂上一副惊恐的表情后退,一步,你们是,姐姐的朋友,你们这样对我,让姐姐知道她会生气的,生气,几个人对视一眼, 顿时前仰后和哈哈大笑起来,就是你姐姐看不惯你,才让我们来调教调教你的啊,赵月几乎笑出了眼泪,一把拽住我的头发,让我看看,听说你以前肉都吃不起,只能吃馒头,没想到,看起来还挺有料的嘛,不知道扒了是不是还这么有料,藏着不让看多亏啊,得让大家都欣赏欣赏,说着,几个女生就上来用力扯我的衣服, 我眼里的情绪冷凝下来,这是女生间常用的手段,都是一个圈子里的人,他们虽然看不起我,却也顾及我身后的父母,不敢在我身上留下伤痕,而拍照片这种方式,既可以威胁我闭嘴,又可以最大程度的毁了我,一个刚从农村出来的气弱的女生,遇到这种情况,该留下怎样的心理阴影, 恐怕搞不好,一辈子都完了,到时候李静叔就真的可以顺理成章的把我赶走了,可惜他们看错了,我不是只会哭泣,认他们欺凌的小白兔,过去的十几年早已将我打磨成铜皮铁骨,这样不入流的手段对我来说完全没用,我挤出哭腔,难以置信道,不可能,姐姐不可能这么对我, 你们撒谎,为什么不可能,赵月其道,你不会不知道李静叔恨不得你去死吧,装什么逼呢,对外,我爸妈一直说李静叔和我都是亲生的孩子,所以哪怕我回来,李静叔也还在圈子里活跃着,我有时候真的很不理解,我爸妈到底为何把他宠成了这样有恃无恐的性子,堂而皇之的纠战雀巢,还试图把我这个被他侵占人生的被害者, 再次拉回地狱,但我知道,像他们这种圈子的人,其实没那么多真情实义,虽然还是一群孩子,但是他们早就被利益治上镜头味儿了,别看他们现在上赶着来给李静叔出气,但要是李静叔被踢出了这个阶层,他们连看都不会多看他一眼的,我爸妈心疼他,总不许我们告诉别人他真正的身世,但是我怎么可能让他一直占据着我的身份呢, 我扯了扯嘴角,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,露出一丝冷冷的笑意,是啊,我语气天真,带着真挚的不解,姐姐又不是我家的孩子,她只是当年和我抱错的别人家的孩子,她既不是我爸妈的亲生女儿,又不是我的亲姐姐,我白白替她受了这么多年苦,她怎么可能还会恨我,我歪头不解,她应该心疼我啊, 没有我,这些年遭罪的可就是她了,我话音落下,全场陷入一片死寂,所有人都瞅目结舌,赵月震惊过后,立马上来,推了我一把,你说什么呢?李静叔不是你家的孩子,这怎么可能? 我慢条丝里的捋着被他们扯乱的头发,为什么不可能,她长得像我爸妈妈,还是像我哥哥,赵月冷静下来,仔细打量着我,刚才扯我头发的那个女生皱眉,小声道,好像是啊,你看她,眼睛长得很像景泽哥,但是李静叔有点状,跟李家谁都不像,刚才还是静叔,现在就变成李静叔了,赵月微微咬牙, 纠结片刻后,对我的态度不敢,像刚才那样不客气了,她知道,如果李静叔不是李家的亲生女儿,那就意味着李家不会给她太多的继承权,最好的结果,就是给一笔陪嫁嫁出去,她以后就不配继续待在这个圈子里,也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,虚伪的友情很快被收走,赵月朝我露出一个强行挤出的皮笑肉不笑,妹妹,刚才都是误会, 我们跟你闹着玩呢,没事,我们不耽误你回家了,走,小道消息向来流传的特别快,还不到下午,班里关于李静叔绅士的消息,就渗消沉上起来,有人说他是私生子,有人说他是外面捡来的, 更多的说的是狸猫换太子的版本,说当初他爸妈看我家有钱,想让自己亲生女儿去享福,于是把我们俩刻意掉包了,李静叔压根不是李家的亲生女儿,这个卑劣的小偷竟然还想把李家真正的女儿赶出去,所有人看李静叔的眼神都变了, 他那和家里任何人都毫不相似的面容,成了铁证,同学们都小声议论着他,言语鄙夷,尤其是之前和他不对付的女同学,当着他的面丝毫没有掩饰,听说了吗? 就是他爸妈把他和李静然换了,他过了这么多年好日子,李家亲闺女在外面受了这么多年苦,他居然还想把人家赶出去, 回心,就是遗传吧,他亲爸妈就是那样,所以他也这么不要脸,所以他就是个山沟沟里的穷逼呗,你说李家什么时候才会把他赶走, 就连老师看着他的时候都带上了一丝厌恶和蔑视,李静叔向来是重心捧月, 前呼后拥的,他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,回家吃饭的时候,他哭着从外面跑进来,面容扭曲如恶鬼, 上来就要撕打我,你这个贱货,是不是你,是不是你告诉别人,我不是爸妈的亲女儿的, 我爸把筷子一放,醋没道,干什么,你像什么样子,李静叔挖的一声哭了出来,抱着我妈丝毫, 妈,这个贱人跟别人说,我不是你们亲生的,你不知道现在他们都是怎么说我的,他们说我和我爸妈都一样不要脸, 说我恶心,说你们迟早要把我赶走,他就是想让你们把我赶走,妈,我妈一惊,忍不住质问, 我,竟然,不是说了,让你出去说,静叔是你亲姐姐吗,这些年,我们早就把静叔当成亲生女儿了, 我们,我们不会赶他走的,你,你,他也舍不得指责我,只是不赞同地看着我, 眉心皱出一个穿字,我爸道没多说什么,只是沉影片刻道,本来也就是这样, 不过,静叔你放心,我和你妈不会赶你走,将来我们会给你一笔钱,你先出国晚几年, 长长见识,他这话说得很委婉,身后跟着进来的离药却坐不住了, 他咬牙盯着我,看样子恨不得当场打我一顿,都是你, 我当时就说了,你回来就是要抢走静叔所有东西的,你就是故意的, 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的人,你当初怎么没死在外面, 省得现在还要回来祸害静叔,闭嘴,这我哥排案而起, 离药,你给我滚出去,他涵养这样好的人也忍不住让离药滚, 看来是真气狠了,离药怒意,更胜,我说的不对吗, 要不是他故意告诉别人静叔的身世,静叔怎么会被人笑话, 他这么骄傲的人,你让他以后在学校怎么办, 我强行压住给他一个大逼兜的冲动,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迷茫, 妈妈,不是我故意要说的,我一直把姐姐当成我亲姐姐啊, 是他们先来找我,说姐姐看不惯我,让他们来教训我, 我打了个哆嗦,眼里浮起惊慌,他们说是你的朋友, 有个叫赵岳的女生还来扯我的衣服,说要给我拍照, 还说是姐姐让的,说这样就能让我滚回去, 我不信,明明这里才是我家,那里是姐姐的家, 我替姐姐遭了这么多年的罪,姐姐怎么可能还会恨我啊, 我就跟他们争辩,这才不小心说出来的, 我走到李静叔身前,他比我高一些,我只能仰着头, 眼里露出只有他才能看到的恶意, 姐姐,我根本不信他们的话,你怎么可能会恩将仇报, 还让他们来害我呢,李静叔不愧是混这个圈子的, 一把揪住我的头发,就要扇无耳光, 你放屁,你放屁,都是你这个贱人编的, 你在骗人,我打死你,他真是个无药可救的蠢货, 一点救着,我爸终于忍无可忍,猛地拍桌子站了起来, 住手,我哥赶紧过来一把扯开他, 你疯了,再这样就给我滚出去, 就连一向怜惜他的我妈也愣住了, 他脸上血色渐渐褪去, 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个自己从小浇灌到大的女儿, 竟然脸上还带着伤, 一看就是今天才伤到的, 他怎么可能骗人, 再说是不是骗人, 去掉监控就知道了, 你敢不敢去, 我哥撩起我的头发, 额头那里有一条红痕, 是他们今天拽我头发时用指甲画的, 其实本来没这么深, 是我后来又自己滑了一下, 我爸满脸失望地看着李靖书, 似乎在思考着些什么, 李靖书哑口无言, 张嘴想说话, 又说不出来, 只有李耀, 一把挡在他身前, 用力把我哥推出去, 李景泽, 你他妈疯了, 当初是谁说要好好照顾靖书一辈子的, 他才是陪了你这么多年的妹妹, 你现在为了这么个贱货骂他, 砰, 我哥哥一拳砸在李景泽脸上, 隐忍地怒气喷勃而出, 不准, 你这么说我妹妹, 你敢打我, 李景泽不敢置信地捂着脸, 我心说打得好, 怎么没打死你这个龟孙儿, 李靖书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, 尖叫着道, 就是我做得又怎么样, 我就是想让你滚回去, 滚回你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, 你为什么要回来, 你怎么不死在那里, 这个家是我的, 是我的, 他极度扭曲, 歇斯底里, 我却只是偏头, 轻轻苦笑起来, 姐姐, 我差一点就死了啊, 饭桌上所有人都安静下来, 惊恶地看向我, 关于我从前的经历, 我一直都没提过, 我爸妈也只知道, 那户人家重男轻女, 对我并不好, 还想把我卖了幻彩里, 我处着下巴, 轻声开口道, 姐姐, 你挨过打吗? 他一愣, 我爸妈从小对他恨不得含在嘴里怕话了, 怎么可能会打他, 你是过被这么粗的铁钩子打吗? 我比划了比一根手指细一些的粗度, 打在身上, 其实不会立马感觉到痛, 要过半秒钟才会疼得人打滚儿, 然后再继续打, 外面看不出什么, 里面的肉就会被打烂了, 肿得老高, 疼得人把牙都能咬碎了, 我爸妈已经惊呆了, 如果再继续打呢? 那外面的血肉也会裂开, 会淌出很多很多的血, 留下很长很长的疤痕, 就像这样, 我把外套掀开, 露出后背上纵横交错的可不伤疤, 今年累月并没有让那些印记消散, 反而颜色更深, 让人看一眼都不寒而栗, 我妈捂住嘴, 浑身颤抖起来, 就连里药都呆住了, 姐姐, 你试过挨饿的滋味吗? 我继续道, 没人给你吃饭, 但你要不停地干活, 饿的滋味真难受啊, 就好像有火在胃里烧一样, 烧的人都要昏倒了, 我实在忍不住, 去偷吃了半个饼子, 被抓住后, 他们就死劲打我, 养母掰开我的嘴, 往里倒滚烫滚烫的热油, 她说, 你不是偷吃吗? 我烫烫你这张铲嘴, 我下意识摸了摸嘴角, 那之后, 我整整一周没敢吃东西, 我的嘴里全是泡, 里头都烂了, 我最后已经感觉活不下去了, 晕死在家门口, 要不是邻居好心把我送去医院, 你已经看不到我了, 我妈脸色惨白如指, 身子摇摇欲坠, 我爸眼里血红一片, 抓着他的手, 这才让他不至于摔倒, 再长大一点, 我低声道, 他们就要把我卖了幻彩礼, 我不愿意, 就被一个人锁在家里, 那个痛腿的老男人, 拿着钥匙进来了, 我不愿意, 他就掐着我, 使劲打我, 把我打得头破血流, 我妈终于忍不住了, 她好像被水捅了几刀似的, 晾呛着冲过来抱住我, 哭得撕心裂肺, 几乎避过气去, 竟然, 妈妈的竟然, 太多太多了, 若是都说出来, 恐怕我都能写上八十集的连续剧了, 我抬起头, 冲着李靖书露出一个微笑, 姐姐, 我都忘了多少次, 我差点就活不过来了, 你说为什么我不去死, 大概是我还没见到爸妈和哥哥, 我不甘心吧, 我爸擦掉眼泪, 上来抱住我和我妈, 我能感觉到她的胳膊都在颤抖, 五十多岁的男人无声地哭泣着, 我哥已经捂住脸坐在椅子上了, 李耀也闭上了嘴, 眼神复杂地看着我, 我拍了拍我妈的背, 没事, 都过去了, 我只是想不明白, 我已经替你吃了这么多的苦, 姐姐, 你为什么还要逼我去死啊, 李靖书第一次被骂了一顿, 我爸一字一顿地警告他, 如果你再敢这么对静燃, 你就给我滚出去, 我爸以前一向很宠他的, 但可能男人, 天生就对血缘关系更重视, 自打我回来了以后, 我爸就没当着我的面偏向过他, 这一次的情况并不算严重, 严格来说, 我也没受到什么伤害, 所以最后也只能大事话想, 则骂了他一顿就了事了, 李靖书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 他第一次收起那副嚣张的态度, 咬着牙跟我道了歉, 是我一时糊涂, 竟然, 你原谅我吧, 我知道错了, 他说着知道错了, 语气却恨不得把我杀了, 我笑着扶起他, 没事的姐姐, 有误会说开就好了, 我还是把你当成我亲姐姐的, 他脸上颜色变幻, 看起来被我恶心的够呛, 却不得不握着我的手点点头, 我也把你当成亲妹妹, 看来蠢货也不是不能进步的, 我来了这么久, 李靖书终于学会能屈能伸了, 虽然还不太熟练, 饭后我出去散步, 却被李耀叫住, 他第一次叫了我的名字, 没再叫我那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, 或者那个绿茶, 李靖然, 你, 他低下头, 用力搓了一把头发, 有些烦躁, 又有些难以启齿, 偷偷掀起眼皮屈了我一眼, 你真, 他们真那么对你, 还不等我说话, 他语气又软化了一些, 却还带着一丝色利内忍的僵硬, 其实你只要安分一些, 靖书也不是容不下你, 他就是直来直去惯了, 脾气大一点, 但没什么坏心思的, 他也是当年的受害者, 你对他好一点, 别试试都跟他争, 我去跟他说说, 以后你们, 我打断了他, 闭嘴巴, 你说什么, 他愣了一秒, 恶然道, 你是真蠢还是装傻, 我欺身上钱, 一把揪住了他的领子, 我争, 这一切本来就该是我的, 我替他受了所有的苦, 他替我享了所有的福, 你跟我说他是受害者, 他哪里受了什么害, 你现在让我对他好, 让着他, 我嘲弄的笑了, 我建议你找个地方看看脑子吧, 离家人看着挺正常的, 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傻逼, 你不会也是报错了, 所以才这么能跟他共情吧, 你一一, 不要, 离要结结巴巴, 李靖然, 我看在靖叔的份上, 给你面子, 你别给脸, 我眼里闪过一丝风寒, 不必, 你那大脸还是自己留着吧, 我怕不要脸会传染, 滚吧, 这一说完, 我没再给他说话的机会, 转身就走, 李耀在我身后气的暴跳如雷, 李靖然, 你说清楚, 谁不要脸, 你给我等着, 李靖然, 我其实能明白李耀, 为什么这么脑残, 说白了, 这些从小衣食无忧, 高高在上的少爷小姐们, 早就脱离底层生活了, 在他们眼里, 所谓的穷日子, 就好像无趣的电影情节, 因为根本想象不到, 所以也无法共情, 大概在他们心里, 像我这样的穷人, 跟他们的差别比星星, 跟人类的差别还大吧, 人类会同情星星吗, 就好像李靖书之前, 从来不会委屈自己一样, 总是毫不掩饰对我的憎恶, 因为他在过往的生活里, 没受过什么委屈, 他当然学不会委屈求全, 他不需要差异, 他喜欢或者不喜欢什么, 身边的人自然会替他解决问题, 不过, 我眯起眼, 用手被挡住刺眼的阳光, 他这不就开始学会了吗, 被我爸警告说要把他送走后, 李靖书安分了许多, 我知道我妈后来又去安慰过他, 大意是家里不会放弃他, 让他别害怕, 但是以后也要跟我这个妹妹好好相处, 我偷听到的, 但也没太难过, 其实我并不恨我妈, 就是养条狗十几年也成家人了, 何况是从小养到大的孩子, 手心手背, 他放不下我理解, 却不能接受, 我们看似进入了一种和平的假象, 但我知道, 李靖书不会善罢甘休的, 我的懂事儿让我爸妈发现, 原来天底下还有这么贴心的女儿, 我会在吃完晚饭后腻在我妈身边, 跟他说我今天又学到了什么, 遇到了什么趣事, 还会撒娇要跟他一起睡, 偶尔夹杂一点不经意的过往经历, 每次都让他眼眶泛红, 抱着我说要好好补偿我, 李靖书就只会吃完饭回屋里跟李耀打视频电话, 每次找我妈就是要钱出去玩, 或者又看好了什么包让他付钱, 渐渐的, 吃饭的时候我妈给我加菜的次数已经比给她的多了, 也许她自己都没发现, 饭桌上我喜欢吃的菜占了大半, 曾经李靖书喜欢的菜,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消失了, 我会跟我爸一起出去钓鱼, 会在外人面前挽着他的胳膊, 跟他说有爸爸真好, 我从不打扰他的工作, 但会在他工作的时候, 安安静静在旁边看书, 或者给他倒茶, 他心情好的时候, 我也会撒娇要他带我出去玩, 他每次只能宠逆而无奈地答应, 哥哥就更不用说了, 其实他以前对李靖书, 这个妹妹也是很宠爱的, 但是可能血缘关系就是这么奇妙, 我们三个越来越像一家人, 李靖书再不知不觉间, 已经被慢慢排除出去了, 就连家里的阿姨也看出来她的处境, 对我, 每每都是热情的笑脸, 我喜欢吃的东西, 甚至都不需要说, 第二天就会再出现在桌子上, 而李靖书, 他说了很多次想吃的螃蟹, 阿姨却一直没买, 问就说是忘了, 我能感觉出来, 李靖书对我的存在越来越难以忍受, 很多次我都感觉到如芒刺悲, 转过头去, 就看到李靖书怨毒的目光, 毒液缠绕着他的视线, 犹如冰冷的蛇, 我甚至怀疑, 他已经恨我恨到半夜会偷偷进我屋里, 把我捅死了, 周五放学的时候, 我接到我妈的电话, 手机那边他声音焦急, 竟然, 靖书说肚子疼已经去医院了, 妈妈去看看他, 爸爸今天要开会, 你先自己回去好不好, 挂了电话, 我也没多想, 这附近不太好打车, 下了碗自习也没有公交了, 我顺着之前的路打算慢慢走回家, 谁知道, 刚走进阴暗的小巷, 我就立马察觉到了身后传来分杂的脚步声, 我背着书包转身看去, 只见几个一米六七左右的男人, 正坏笑着跟在我身后, 这几个人穿的吊锒铛, 牛仔裤上全是破洞, 头发红的白的蓝的都有, 活脱脱一群沙马特, 其中为首的人有几分眼熟, 我略意思索, 想起来这是学校之前遇到过的混混, 这些人是附近夜总会的, 听说有一点背景, 我心里一沉, 我之前见过李靖书和这个男人在一起过, 这事儿不做他想, 一定是李靖书任无可忍, 决定对我下手了, 男人吐了一口烟雾, 柴出一口黄牙, 斜笑着朝我夺不过来, 美女, 一个人啊, 跟高几个一起玩玩, 我在黑暗中摸索包里的美工刀, 退后一步冷静道, 是李靖书让你们来的, 大概是觉得我没什么反抗能力, 混混吃笑一声, 也没有隐瞒, 是啊, 是你那好姐姐, 觉得你挡了她的路, 花了大价钱找我们呢, 你乖乖的让我们玩玩, 拍几张照, 然后滚回你的农村老家, 哥哥们也就收钱滑了, 你的脸, 小命还给你留着, 怎么样, 我有时候真不明白, 明明我爸妈都是很有教养的人, 怎么李靖书会被养成这样, 满脑子都是裤装里那点下三滥的事, 一次不成又来一次, 非要我没脸继续在家里待下去, 彻底被她赶走, 可能这就是遗传的力量吧, 跟她那一家人, 还真是一模一样, 男人说完了, 就不耐凡地上前, 眼里闪烁着银鞋猥琐的光, 冲我的脸伸手, 你听话一点, 少受点罪, 就在我握住美工刀, 咬牙打算鱼死网坡的时候, 男人背后突然传来一声大喝, 你们他妈干什么呢? 混混一惊, 回身看去, 出乎我意料的是, 站在巷口的竟然是李耀, 他气喘吁吁地喘着粗气, 目光凶狠地看着这群混混, 关你他妈的什么事啊, 回家玩你蛋去, 一看是个少年, 混混们并不在意, 碎了一口骂道, 李耀什么时候被这么骂过, 他四处看了看, 竟然提着一块板砖就冲上来了, 边冲边对我大声喊道, 走啊, 我有些复杂地看了他一眼, 没多说话, 转身就跑, 草, 混混骂了一句, 后面出来两个人想追我, 却被李耀一把拽住, 挡在我面前, 为男女的算什么本事, 有种冲着我来, 你们知道我他妈是谁吗? 我, 他还没说完, 就被愤怒地混混一拳砸在脸上, 踉呛着扶住了墙, 我尽量不去听身后的动静, 拼了命地往前跑, 边跑边打电话报警, 警察吗? 我在青营中学南边的巷子里, 这里有人持谢斗殴, 被打敌是个学生, 最近的派出所出警到这里, 应该也就五分钟, 我咬了咬牙, 听着巷子里传来的闷响和痛呼, 最后还是闭上眼叹了口气, 抄起一块板砖也冲了回去, 巷子里, 李耀已经倒在地上, 被围着踢了, 我冲过去大鹤, 警察马上就来了, 你们再不走都得进去, 混混一顿, 掀起眼皮阴狠地看了我一眼, 远处传来了隐约的警笛声, 出警没这么快, 应该是运气好, 正好赶上附近的警车路过, 混混门对视一眼, 最后狠狠踢了李耀一脚, 骂骂咧咧地转身跑了, 我快步走过去, 李耀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, 躺在地上直哼哼起, 不来生了, 狼狈地要命, 我打了120, 蹲在原地, 犹豫片刻后还是忍不住问他, 你为什么要救我, 你不是, 最讨厌我吗? 李耀擦了一把嘴边的血, 邪腻着我断断续续道, 我是讨厌你, 但我更看不惯为男女人, 我俩都没说话, 气氛沉默下来, 片刻后, 他把头扭到一边, 故作不经意道, 你为什么要回来? 我没吭声,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回来, 刚才要不是巧合警车路过, 估计我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下场, 我不是一个圣母心, 发作的人, 甚至很多时候, 我是个很自私的人, 但是让别人替我受苦, 我做不到, 他们是李静书找来的, 你听到了吗? 我不打反问, 这次换作李耀不出声了, 他被打得鼻血横流, 眼睛轻肿, 听到我这句话, 突然像撒了气儿似的躺在地上, 一动不动了, 有些丧气的样子, 看来他是听到了, 这一晚上兵荒马乱, 我爸妈和李耀爸妈赶来派出所的时候都吓傻了, 尤其是我妈, 他觉得是因为没接我, 才让我遇到这种事情, 抱着我哭得泣不成声, 李静书也来了, 他眼里带着小刀似的, 一下一下弯我, 似乎很可惜我的下场, 没如他的意, 做笔录的时候, 警察问我, 你之前有没有得罪过这些人, 这些人和你是不是有过节, 还是只是碰巧遇到, 我看了李静书一眼, 他手指握紧, 神情紧张, 故作不经意地低下头, 我没犹豫, 指着李静书道, 那些人说了, 是他, 李静书花了钱来找我的, 目的是强奸我拍照, 然后把我的脸滑滑, 让我在家里待不下去, 屋里, 煞事安静了, 片刻后, 我妈身子一软, 警察估计也没遇到过这种事, 诧异道, 什么, 你有证据吗, 是那些人说的还是你自己推测的, 我点点头, 是, 他们自己说的, 他也听到了, 我指了指李耀, 李耀他妈一下子急了, 宝贝儿子被打成这样, 他眼珠子都红了, 拽住李耀颤声道, 竟然说的是不是真的, 是李静书找的人, 我妈脸色煞白, 哆嗦着站在原地, 一句话都不敢说, 也不敢问, 只把视线直直地拴在李耀身上, 我爸面色铁青, 李耀没说话, 李静书急了, 你放屁, 李静然, 你这是污蔑, 你想让爸妈讨厌我, 把我赶走, 对不对, 李耀, 你快告诉他们不是我啊, 你说啊, 李耀低着头, 许久后, 他因为打架嘶吼变得沙哑的嗓子, 终于挤出了声, 是, 我也听到了, 他越说越慢, 好像有人掐着他的喉咙一样, 他们说, 是李静书, 花了大价钱找的人, 为了让李静然在这里混不下去, 把他赶回老家, 一片死寂, 最先想起的是, 李静书, 尖锐的声音, 他好像被掐住脖子的鸡, 难以置信道, 李耀, 你疯了, 你怎么能帮着他诬陷我, 连你也不要我了吗, 李耀不看他, 看着地板闷闷道, 我没帮他, 李静书, 你太过了, 啪, 李耀妈妈再也忍不住了, 一巴掌扇在李静书脸上, 他咬牙切齿道, 我就知道你是个不安分的, 真是天生的健重, 当初我就说不让阿耀和你一起, 要不是他, 阿耀对你这么好,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, 竟然这么对他, 李静书捂着脸, 惊慌之中口不择言, 阿姨, 我没有, 我只是想对付李静然, 我没想, 他的话戛然而止, 脸上血色瞬间消去, 我妈再也忍不住了, 她含着泪给了李静书, 一巴掌, 她是你妹妹, 这是她第一次打李静书, 她被打得偏过头去, 似乎被打猛了, 片刻后, 她僵硬着扭过头, 看着我妈, 眼里的血色火焰跳动, 她死死盯着我妈, 眼里的阴毒浓郁的骇人, 我妈下意识后退一步, 她不是我妹妹, 她声音嘶哑, 咬着牙一字一顿道, 我没有妹妹, 你们为什么要接她回来, 我的一切都被夺走了, 她歇斯底里, 面容疯狂, 你们如果不把她带回来,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, 都怪你们, 我妈睁大眼睛, 眼前这个养了十几年的孩子, 突然好像变成了一个, 她完全认不出来的陌生人了, 闭嘴, 我爸怒声道, 本来这一切就都是静书的, 你已经享受了他的人生十七年, 还不知足吗, 他确实不是你妹妹, 因为你压根就不是我们家的孩子, 爸, 李静书身子晃了晃, 眼眶一下子红了, 你说过我是你最宝贝的女儿, 说以后会保护我一辈子的, 我爸再也忍不住了, 我是对我的女儿说的, 可你是我女儿吗, 本来我想着, 家里多养你一个也不费事, 让你好好在家里, 可你林阿姨说的对, 你天生就遗传了亲生爹妈的恶, 你就是个天生的坏种, 竟然替你遭了这么多年罪, 你不感恩不心疼就罢了, 还想把他赶走, 你还是人吗, 因为我毕竟没什么事, 离家跟我家交情深, 虽然儿子被打了一顿, 仍然是忍着没说什么, 让我家自己处理家事, 我妈到底不忍心, 让李静书留下案底, 说都是家庭纠纷, 孩子不懂事儿, 找了关系压下来了, 她握着我的手, 羞愧又痛苦道, 妈妈知道这样对不起你, 但是留下案底的话, 静书一辈子就都完了, 我木然抽回手, 那我呢? 我妈深深叹了口气, 两眼直直地看着地上, 妈想了, 我们已经人知意尽了, 她既然这么容不下你, 那我们也不能再把她留在家里害你了, 这个女人仿佛一下子老了, 十几岁, 她勾留着几倍, 轻声道, 爸妈会把她送走, 送回她原来的家里, 她本来就该属于那里, 害你受苦这些年, 如今也该她偿还了, 我惊讶地抬起眼, 我还以为我妈不会舍得把她送走, 又会跟我祸悉泥, 让我别跟她计较, 看来, 她也不是彻底糊涂, 李静书走的那天闹得昏天暗地, 她彻底不要脸了, T4横流地跪在地上, 抱着我爸妈的腿, 哀求他们别送走她, 爸, 我要是回去我就完了, 我会死的, 她满脸鼻涕眼泪, 哭得声嘶力竭, 可这次, 就连李耀都沉默了, 我爸一点点掰开她的手, 低声道, 你死不了的, 竟然都能活下来, 你也能, 你本来就属于那里, 这些年只是个错误, 现在你该回你真正的家里了, 不, 不, 妈, 你说句话啊, 我不是你最心疼的女儿了吗, 妈, 我妈别过头去, 哭得几乎抽搐过去, 却强忍着, 没说一个字, 她和李耀的婚约也解除了, 李妈妈本来想把婚约换到我身上, 被我拒绝了, 她知道李耀之前对我态度不好, 也没多说, 只是叹着气摸了摸我的头, 可惜了, 没缘分啊, 李耀在一边, 看着我的眼神情绪揉杂, 离开前, 她突然把我推到墙角, 有些不服气地问, 为什么不同意, 我感谢你那天的见义勇为, 我笑着道, 但我们不合适, 难不成你想跟我在一起, 李耀愣住了, 随即面色涨红起来, 慌乱道, 谁想跟你在一起, 别自作多情了, 说着她慌不择路, 狼狈出门去了, 只是没走几步, 她又转过头来, 深深地看了我一眼, 对我做了个口型, 对不起,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说这句对不起, 是想通了, 还是别的什么原因, 但我还是朝她挥挥手, 没关系, 我原谅你了, 李静叔彻底消失在了我的生活里, 但只有仅仅一个月, 我没想到她这么耐不住气, 听说她回去后, 跟家里人关系并不好, 嫌弃家里穷乱差, 嫌弃家里人丢人, 嫌弃环境不好, 总之, 久别重逢的家人们, 连一丝温情也没生出来, 反而闹得鸡飞狗跳, 那家人, 估计是, 也忍不了, 打算故技重施, 把她卖给村里, 找不着女人的老光罐, 给家里换彩礼, 结果议论的时候, 被她听见了, 李静叔本来就心狠手辣, 又觉得都是这家人害自己沦落至此, 薪酬就愿涌上心头, 竟然大晚上的用镰刀, 打算把家里人都砍死, 好在被发现得及时, 家里几个人都挂了彩, 她妈在混乱中腿筋被割断, 又没及时治疗, 彻底残废了, 她爸也好不到哪儿去, 差点被开膛破肚, 虽然抢救回来一条命, 但是肾被捅坏了, 现在还躺在床上插着呼吸管儿呢, 这个男人以前打我的时候, 力气好像使不完, 现在却像一只冰死的老狗, 那个当时嚷嚷着, 要卖了我娶媳妇儿的李静叔, 亲哥哥一只眼镜被他戳下, 成了个毒眼, 这下是真娶不着媳妇儿了, 原来说好的亲事都黄了, 天天在家砸锅摔碗的发脾气, 诅咒李静叔去死, 据说李静叔被抓的那天, 已经几乎疯了, 他满身是穴的坐在家里, 笑得疯癫, 都是你们的错, 都是你们害我, 你们都该死, 我妈听到这个消息, 一下子昏死过去, 万万没想到, 当初费尽心思不让他留暗底, 结果才一个月, 他就闯了这么大的祸, 然而这次我爸勒令不许再管他, 我妈没办法, 也只能在家里哭了几场, 李静叔还没成年, 所以只判了13年, 听说他在少管所里哭着要见我爸妈, 但是没人搭理他, 我妈倒是想去, 但是被我爸拦着, 到底还是没去成, 他彻底完了, 这件事一度在圈子里, 掀起了轩然大波, 所有人都在讨论我家的事, 我爸妈实在忍受不了, 没办法, 带着我和我哥搬了家, 去了另一个城市生活, 搬家那天, 我似乎远远地看到了李耀, 然而一眨眼, 那人影就没了, 我只以为自己看错了, 跟着我爸妈过了安检, 上了飞机, 飞机飞越云层的时候, 金光透过窗户洒在我身上, 我哥坐在一边, 拍了拍我的肩膀, 安慰道, 没事, 以后就好了, 再也不会有这种事了, 你想不想出去玩玩, 哥送你去新西兰转转, 散散心好不好, 我把头靠在他身上, 笑了, 好啊, 黑暗终于过去了, 17年的痛苦渐渐褪色, 如今我已经可以开始新的生活, 那些让我夜不能寐的事, 终于烟消云散, 那些让我胆战心惊的人, 到底遭了报应, 而我的未来, 才刚刚开始。